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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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发传 售票口现在是没有人的 告诉我们 他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10点钟开始卖票 10点半发传 10点钟开始卖票 所以我们现在才9点 多一点点 我们现在这里要等着 售票口是关门的 后车厅也没有人 收票厅 这几个还是工作人员 这我不太清楚 好像是 整个后车厅 又来了一个 本来只有我跟陈阳两个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给大家说一下 坐船的问题 顺便就是说 大家要去农牧岛也好 要去南梦岛也好 到佩尼达岛也好 就是住的话 我建议大家住在海边 码头周边 这里是坐船去巴厘岛的 下面大概几公里的地方 就是坐船去农牧岛的 然后再下一个码头就是坐船去南梦大岛的 都在这里溜 不是很远 都在一个方向 如果住在山里的话 真的太偏了 太荒凉了 很麻烦 我们在山里面住了两天 然后在海边住了两天 真的觉得海边顿时尽享城市繁华 小店都多了很多 菜场都多了很多 所以建议大家住在海边吧 然后租个摩托车也好 或者是包一个车也好 然后去周边玩 玩好再回来 坐车啊 坐船都方便很多 我们的船终于来了 然后昨天我们来的时候 他跟我们说是10点半出发 然后早上到这边看的时候 他那个单子上面写着11点 就在刚刚12点的时候 我们的船终于到了 现在已经12点半了 他是这样子的 早上7点钟去 然后回来 把货卸下来 车卸下来 然后我们再上船 这一趟再过去 然后他再回来 所以他这个一天只有两趟的 我们9点半就到这了 他跟我们说是10点半出发 然后现在12点半了 我们终于要上船了 好开心哦 被迫在这里欣赏了三个小时的海景 不过确实挺美的 就是这个时间观念真的太难了 他们真的都好随性的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这个码头是当地居民常用的一个码头 价格相对来说较为便宜 而且下船不用汤水 也是岛上居民运送物资的一个重要的码头 只是时间相对来说稍微长一点 需要一个小时的航程 但是由于船只较大并不会很晃 所以对于晕船的人来说是非常友好 因为这里是滚装船 以运送物资和客运为主 当然也有不少游客 从巴厘岛起摩托车来上岛 如果单人坐船的话 船票是15元人民币一个人 如果带一个摩托车的话 就是45块人民币 相对于我们之前的萨卢码头 200一个人的票价确实很友好 不过缺点就是巴厘岛内头的 帕登拜码头离市区较远 公共交通也很缺乏 去市区不太方便 我们这次打车去水民一样 又花了150块车费 所以如果没有自己带摩托车上岛的话 这个码头相对来说优势并不大 这样算下来价格是差不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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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